哈喽,我是老雷 没想到我还要给你们解释我的视频 好吧,我基本上有三个系列 第一个是德国自干五有话语权 第二个是老雷说两句 第三个是六点雷语 这个德国自干五是逢刺 明白吗?逢刺 就是我会在那学一些毛左说话 比如说什么四马南或者啥 就算人家是假毛左我也学他们吧 我会学一些自干五说话 一些周小平,花千方,那种小天才 我会学一些五毛 我会学各种奇葩的人说话 自干五,就是讽刺 他本身就是 这个老雷,那是我自己 就是我会在那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一些立场,一些观点 他不是新闻领播,知道吗? 就是如果说你要看新闻的话 客观的新闻 你去看BBC好了 就是我这个节目是我自己分享一些看法 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这个是老雷 这个六点雷雨其实跟老雷是一模一样的 从内容来说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本来最开始的出发点是 我可以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拍一部视频 或者是发布一部视频 然后我可以做一些后期 加一些图片或者啥 但是后来我就会不值得 说白了就是不值得 就是我没这个时间 我不是还要写书吗 还要干其他的事 我就不想让自己那么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老雷也挺好的嘛 就是原味 录好了 发上去就OK了 发现了没有 所有我这些视频 从来不会剪辑 就是我不会剪 我会觉得 如果我自己剪了的话呢 其他人也可以剪 我不像那些五毛 那些毛左 那些可能对我不满意的人 他们拿我的东西让他们变了 我不像那样 所以说我从来不剪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累的事 如果让我十分钟连续说话 很累的 但是只能这样 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还有两个系列吗 这个 还是我没有说 那我现在说了吧 还有两个小系列 第一个是 对希特勒的一种讽刺 我忘了叫啥 叫什么 希叔叔或者啥 那个我叔叔话 做得不舒服 就是不是完全难受 或者啥 毕竟我也是做了嘛 但是 我后来不想做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德国人嘛 可能这是一种 我们家的教育 和学校里面的教育 的一种 一种结果 我对这个希特勒 整个纳粹 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就是我会觉得 讽刺他们是可以的 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必须得自己 百分之百把握 而且我的观众 必须得懂 不然的话就不舒服 如果说被理解错了的话 那就不好了吧 这个 我作为一个德国人 我看希特勒跟 看毛胖胖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毛胖胖 说实话 他离我很远 他在中国 他在那干的事 跟希特勒其实也差不多 对吧 杀的人比希特勒还要多 也是个杀人筐 但是 我对他不恨 我没有恨 你知道吗 我会看毛胖胖 我会觉得有的时候 觉得挺猛的 知道吗 就觉得他傻傻的 一个胖子 在那儿不知道 练他的书法 写他的诗 在那儿搞他的大跃剑 上他的文工团 说各种特别白痴的话 不知道 我不恨他 我就会觉得 我还是要讽刺他 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国 也是一个大国 也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文明的一个 一种社会 一种文化 你依然没有放弃 那个独裁者 那是你自己丢脸的事 我不想为你脸红 所以说 我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讽刺他一下 比较好 不然的话 像去年那个谁 那个演员叫啥 王 王宝强 那种事 只能让你在全世界上丢脸 你不知道吗 所以说 我还是会讽刺他 希特勒呢 不一样 还有一个系列 就是关于什么交通 我本来的想法是 中国有很多那种交通方面 让我很无语的事 比如说很多人 不会系号安全带 那种事 我想说一下 我觉得不适合 自干我说 不适合老雷说 就专门搞了一个那种 有点教育性的那种系列 但是后来觉得 我又不是老师嘛 就是有点那种 都21世纪了 都2016年 如果说你还不知道 接号安全带 那你死都活该 真的 真的这么说 我不想教育你 我不适合当老师 我是老雷 有的人 他们会 会说 这个老雷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中国 你是不是 就是你从来不说 我们中国的好 我真的说 你没有看过我的视频 对不对 就是 我讽刺的 我批评的 都是一些 一些政治上的事 你不明白吗 我看 比如说 长州那个学校 那些学生在那得病 我看那心里难受 我会想到那些 我在中国认识 那些小朋友 我会难受 我会讽刺 就是政治上的一些人 他们允许那种事情 发生 而且 而且 而且经常发生 你还觉得我不喜欢中国 什么 台湾的那些 我也觉得是骗子呀 但是 我会觉得 法治是很重要的事 你把他们抓过来 到北京 然后 你让他们直接上电视 在那认罪 我 我能不说吗 那不是法治 那是一种流氓行为 你知道吗 各种事 我不是 会在Facebook上面发照片吗 发一些 我08年的时候 在路上拍的一些东西吗 因为我最近 我在绣一些照片 我就看到什么好看的 我就发上去嘛 就是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时看到的东西 那天发的一个小姑娘 不知道 8岁或者是10岁 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坐在那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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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道上 马路上 然后有一个小桌子 在那写作业 那个小姑娘很漂亮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孩 然后笑着 真的是那种特别 特别 听真的那种大笑 然后在那写她的作业 结果呢 有一个人 他跑出来说 在Facebook上面说 哎 老雷 这个不是我们的陕西 就是你一直发一些 那种落后的东西 就是因为那小姑娘 那个桌子 她可能觉得不好看 而且她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她在室外 在人行道上面写作业 她没有家吗 她没有一个什么 那种很豪华的高楼 可以写作业吗 然后那个人就觉得 好像我发这些东西 是黑中国的 拜托 我发一个 一个漂亮的小孩子 一个笑得很大的 一个小孩子 忙着写作业 自己受教育 学东西 你还觉得 我在黑中国 有的时候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这个马屁 我得怎么排彩排队 知道吗 啊 这是其实 我有的时候会怀疑 是不是 其实你们知道 自己没面子 知道 对吧 就是你们都知道 其实 比如说你们的习大党 他去英国 英国人让他做什么 皇上的马车 你们知道 英国人不尊重你们 对不对 就把你们当土豪 一个习大党来了 习大党很开心 在那坐马车 吃豪华的东西 其实你们知道 自己没面子 你们知道 天南门挂的是一个 独裁者 挂的是一个杀眼狂 杀了你们几千万 这些你们都知道 所以说你们看 任何外国人 对你们说话 都觉得人家不尊重你 这些我也没办法